18號晚上9點多 嘉義大林小型賽車廠 串出猛烈大火 賽車廠的維修廠房 竄火或是超猛烈 消防人員到場拿出電鋸 鋸開鐵門再拉水線滅火 消防隊一共出動7個分隊 或是在半小時內控制 但不明原因起火燒光整間廠房 所幸無人受傷 為小型賽車廠維修廠房 鋼構建築物火警 現場已全面燃燒 無人員傷亡 另外嘉義特製區 一輛白色自銷客烈火猛烈 路邊火燒車一度傳出爆炸聲 這輛車已經全面燃燒 半個車頭被火蛇吞沒 台南也發生火燒車意外 台南永康一處公廟停車場 19號凌晨2點多 停車場竄出火光 消防人員到場灑水滅火 現場發現堆成小山的金子 一度懷疑燒金子釀火警 糊塗拜拜 金子堆在停車場 是不是造成火警原因還要釐清 但也不排除 可能有人亂丟煙蒂 人為釀火 一共六輛車和一輛摩托車 被燒光光 損失恐怕百萬起跳 就嘉義台南 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